有关首都吉隆坡有人要办同性恋派对的新闻 这几天是闹得沸沸扬扬啊 那继副首相阿姆扎西昨天发出了不准办的禁令之后 移民局今天又搬出第二步的措施了 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宣布 当局会拦截任何想要入境我国 参与同性恋派对的外国人 不准入境 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今天下了逐客令 下令任何有意来我国参加啤酒节 或同性恋派对的外国人统统禁止进入 他也说在多个机构的合作下 移民局已经掌握了一份黑名单 另外公正党国会议员西华拉莎的三名助理 昨天因为涉嫌贪污被捕 西华拉莎过后还发了文告为下属喊冤 然而反贪会主席组织菲里 今天回应的时候是没好气地呼吁大家说 别对当局还没完成的调查乱发表意见 小心被反贪会对付 我就是不拥得断 在我之前所做的事伴与其他原因 因为这些双方可以尽家在共同意 优仇剪刀 我们这样做的证据 我们之前就做了一个空手 我们在共同意 团阅两家里可以所做的 在特别重的发行 有一点 邮噼 自抗族